HELLO 大家好,我是P 身邊不少朋友都會問 怎樣可以避免皮膚急劇老化 膚色暗沉和出現色斑的問題 除了日常護膚要做到足之外 每天塗上防曬去阻隔紫外線的侵害 都是不可以忽略的步驟 所以六月份美妝排行榜 就以防曬做主題 同大家選出高CV值的防曬 塗防曬最怕就是弄到整身都好黏 所以我都比較喜歡用雨液質地的防曬 CORREL的防曬出名性質溫和又低敏 質地夠曬水潤 阻隔紫外線同時還幾乎帶來保濕 除了手腳和面部要塗防曬 其實脆弱的唇部都一樣要阻隔紫外線 FANCO的潤唇膏就成為我的新寵 它具有防曬效能 塗上嘴還有淡淡的粉紅色 自然得來又可以護唇 夏天當然要去和陽光與海灘玩遊戲 出門的時候記得要帶一支防曬 今九星期第三位有CLARENCE的防曬油噴霧 它有UVB30防曬度 除了可以噴在身上 還可以噴上頭髮 令髮師在紫外線下都依然這麼兩擇油滑 放假的時候我都會選擇淡妝又或者只是塗防曬出街 嫌嫌太淡妝感就不宜太過口重了 而我就特別喜歡擁有防曬遮瑕調適功效的產品 ALI的防曬BB霜就可以滿足我的要求了 它質地更好易推不會泛白 我選防曬都會看它的成分 除了防水防汗 最好就有護膚成分 今個星期第一位是Shantakai的防曬雨液 它具有舒緩功效的植物成分 防曬同時還可以抗氧化 成為編織部的最愛 我們一齊來看看這個星期的排名 今個星期的美妝排行榜就來到這裡 下個星期再和大家一齊對抗紫外線 拜拜